地表最强公园攻略 以及圣诞节期间都会有特别活动 就是说它会有不同的主题 然后每一年呢 它的这个装饰啊 或者一些活动其实也都不太一样 虽然说大公小一把 但也是不太一样 这今年终于终于可以去到这个公园了 所以还是挺开心的 但是当我在这个订票的时候呢 就是发现它这上面的票种类非常的多 包括怎么去这些比较实用的关键性的信息 我当时也是做攻略做了很久 然后呢 我今天就来做一个小视频 跟大家分享这些实用的信息 然后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首先呢 我们打开它的官网 可以看到 因为我现在录制视频的时候 已经12月份了 所以它现在已经推出了一个 高楼圣诞节的这么一个主题 是专门针对今天圣诞节的主题 时间是12月18号 一直到明年的1月2号期间 那如果我对它感兴趣 我也可以看一下 另外呢 可以看到这边有个公园的介绍 然后它主题酒店 包括它的票和一些其他的这些项目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 它这个所谓的时间 就是说公园什么时候开 然后它的一个地图 以及怎么样来到这个公园 包括因为现在是疫情期间吧 它有一些卫生要求 在这个里面都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个官网 因为这个公园呢 它并不是全年开放的 所以大家在去之前 一定要先提前看好日期 比如说我录制的当天呢 它是没有这个开门的 就是它是闭源的 那它城市开的是一直到18号它在开 一直到明年的1月2号 那剩下时间它就都不开门了 可以看一下 像2月份它们就休假 3月份也休假 当然大家也可以时不时的来关注一下 比如说我可能想 明年4月份春天的时候去玩 那它有可能会有一些新的信息 大家也可以时不时的去关注一下 好的 那让我们回到首页 然后关于怎么来呢 其实大家也是非常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 像我当时就因为不知道怎么去 就是而且我也不会开车 我的朋友也不会开车 那怎么去呢 我们可以点 它这上面有一个告诉你怎么样来的方式 其实它在官网是做的非常非常好的 比如说它这上面有你可以开车来 那从巴黎的话到这边大概是30分钟就到了 然后还有这个所谓的VTC VTC是什么呢 就是这种有点像网约车吧 然后你可以雇一个私家的这么一个车 就有点像是Uber之类的 那大家也可以看 它还有很多的项目可以选择 你可以直接从它的官网上面 直接去带电话或者联系就可以 然后它可以从不同的地方 比如说从巴黎出发 从里尔出发 甚至从布鲁塞尔都有 还是很多的 包括从这个Sharland Gold机场也有的 另外呢 就是可能比较多的人来用的这个方式 就是成大巴了 那大巴呢 它上面也有非常多可选 像我自己呢 就是做的这个BlaBlaBus 就是通过这个来订票 那我们当时的票呢 是从这个Gartbecktee这一站出发 然后呢 它会开着车 一直把我们载到那个地方 当然它的终点站不是那个公园啊 大家一定要看好你的下站的地点 这些其实还有一些其他选择 比如说像Flixbus SuperShadow啊 这些大家都可以选的 然后大家可以看好时间 因为尤其是它这个闭源的时间 像我们之前去的这个是白天厂 就是它是到晚上大概7点还是6点就闭源了 那大家可以先看好闭源时间 然后再根据这个时间来去订大巴 那有的时候它也是有夜场的 所以大家呢 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 然后首先把时间定好了 再去订大巴 或者是不用在那边等到闭源了 还要等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 因为它这个公园附近 居我所知好像是没有什么特别繁华的超市啊 这些是没有的 然后呢 还有另外一个呢 就是它的ShadowBus了 就是它的一个百度车 这个百度车呢 大家是可以直接在这个Shadow de Gaulle的机场 然后来去乘坐的 然后它这还有成人票价 就12岁以上是10欧 那小孩子的话3到11岁是9欧 然后这边呢 还有个FFB 就是可以传作它的一个所谓 就是巴黎大巴黎的这么一个FF 这边也写的很详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你可以选择一个 就适合你的方法去来到这个地方 比较关心的 那就是怎么更好的去省钱了 当然如果你是一个小哥哥 或者小姐姐的话呢 就可以省略过这一趴啦 记得给我点赞就好啦 然后我们一看一下 它现在就是这个时间呢 它是主要推出的一个票种 就是说圣诞主题的这么一个票 然后成人呢是45 包括小孩没有一个确定的日期 就是说你可以从12月18号 一直到1月2号都可以去订这个票 然后旁边呢 这是一个相当于团票 就是说如果5到9个人呢 就是43欧一个人 10到15会更便宜 然后再往下看 就可以看到它2022年推出的一个PASS 那就是相当于是一个无限次吧 就是相当于在这个时间呢 你可以无限次的进入这个公园 无限次去玩 而且呢因为它是现在这期间有主题嘛 它可以说去到这个主题的这个活动项目里去 而不用单买票 就是包括了这个主题项目 那有一些呢 比如说你只买 我们刚刚回去看的这个票 这个自由票 它其实是不包括这个主题的 我是怎么发现的 是因为我们去的时候是万圣节期间 所以我们买的是万圣节期间的票 但是当时这个票卖完了 所以我买的是自由票 自由票呢 也是可以去所有的货目 但是有一些万圣节期间的 比如说鬼屋啊之类的 就要单独去花钱 即便我买了这个票 即便我有一个PASS 我还是需要单独花钱 所以这就是它的不方便的地方 当然如果你买了 就是这个主题的票 大家一定要记住 就是这个主题的票 你才可以免费的 就是去包含这些东西 所以大家一定要在买票的时候看好 另外它还有个PASS 这个是包括了很多 比如说可以去它的夜场 但是它这个夜场 就是万圣节期间的一个主题 我不知道还会不会有 它写的有啊 然后呢 它说可以包含了这个 圣诞节主题 所以就是说还不错 这个是一个PASS 这个非常非常实用 我严重推荐大家 一定要使用这个票 当然这个价格也是比较贵啦 所以大家可以看 如果你是想去经常玩的话 在这个期间 然后什么都包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划算的 当然如果像大部分人 可能只是去一次的话 就是玩一天的话 那可能最好的选择方式 就是说如果它有主题 比如说圣诞节期间 你想去的话 你就可以购买这个圣诞节期间的票 这样的话 它有一个专门关于圣诞节的主题的 这一部分 你就不用单独花钱了 因为它已经包好了 然后买完了这个主要的票之后 当然大家也知道像这种非常刺激的游乐场排队人都会非常多 对不对 那一定要买什么 对 就是它的一个快速通道票 那这个快速通道票是什么 就是这个 Felotomatics 这个真的我亲测超级超级的好用 那这就是它的页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现在是推出的是圣诞节期间主题 那跟我当时去玩圣诞节还有点不太一样 那这两个票有什么区别呢 它这个黄金的票呢 是这张票是25块钱 那如果你到场买的话 也可以就是29 稍微贵一些 然后呢 它这个是只可以让你去 用等待 然后直接去7个大的主题项目 这个是包括了一个进门的门票 那跟这个65的有什么区别呢 这个就是完完全全 你可以想玩几次大型项目 就玩几次大型项目 这边这个呢 就是说我只能去一次 然后呢 这个就是你可以去无限次 我比如说这7个项目 我每个项目都想玩10遍 我可以做70遍 对不对 那你都可以随便玩的 这边的话 你只能7个项目 每个玩一次 就是这个区别 那我当时呢 因为算一下时间 它的项目也很多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一次的也就够了 就是如果大家是想去圣诞天主题的话 一定要买主题票 我一定是主题票最好 就是你买一个主题票 然后再加上一个 这个快速通道票 就够了 这个就是非常非常节省时间 因为我个人体验就是 它真的非常的好用 基本上 我看着别人排队 排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我就轻轻松松 走个IP通道过去了 大家懂那种自豪感了 就是非常厉害 非常少的感觉 所以给我们节省非常多的时间 而且 因为它的公园呢 说大也不大 但是说小也不小 而且人也比较多嘛 项目也比较多 那除了这个大型公园 大家肯定要去休息啊 去玩一些小的项目啊 那这个是非常非常 给大家节省时间的 而且我个人的体验是 我开圆的时候我就进去 然后进到里面之后呢 我就先把这个票弄好 弄好之后我就直接去玩 一直到下午 闭圆就刚刚好 把所有我想玩的东西都玩完 就是刚刚好 没有说 在那边浪费了很长时间 或者说是有些东西没有玩完 我就要出门了 就没有这种情况 所以就是非常非常刚好 所以也是非常建议 大家是通过这个方法来去买票的 然后通过这个方法去玩 然后我还想补充一点的 就是说如果你在这个订票 或买票的过程中还有什么疑问的话 你可以直接在网页上面 跟这个客服小姐姐 或小哥哥聊天 因为我当时买票的时候 跟我朋友 我们两个人都是已经晚上 大概十点钟或者十一点了 就已经很晚了嘛 然后有很多问题 就是没有搞明白 眼开之后 你就把你的问题 就是答给他 发过去就可以了 有一个真人给你回复 是真人给你回复 所以我就觉得好神奇 那么晚 竟然还有一个真人客服给我回复 真的很厉害 刚才因为给大家演示 都是法语界面 其实大家也不用担心 它其实最下面是可以切换成英文的 所以也可以看 它这边英文了 看上去是不是更舒服一点呢 大家也能看得懂 然后它这条地图可以看一下 大家也可以首先就是去熟悉一下 比如说它这些项目 可以看一下 有些是给小朋友玩的 然后这种是像 这个什么大的呀 是给大人玩的 然后它都有介绍什么的 包括给小朋友的限制之类的 好 那让我现在来带大家 到这个APP上面看一下吧 一个要跟大家再推荐 就是它的官方的APP 大家可以直接的网上搜索 它的这个公园的名称 下载到这个APP 然后我们把它打开 然后打开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这个算是英文版本 因为它好像是根据你的手机的 这个设置来确定是 是英文版还是法语版 我这个大部分都是英文版 然后首先又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APP 我觉得最实用最实用 就是中间这个Map 就是它的地图 可以点开看一下 这个地图真的很实用 而且呢 你建议大家在玩的时候 可以打开你的GPS 然后它就会根据 你当时所在的位置 来显示出来 你在公园的哪里 因为我现在给大家演示的时间 是已经闭馆了 所以呢 大家可能看不出来 有什么东西啊 然后我给大家演示一个吧 比如说我可以双击放大 它显示都是closed 然后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上面 它这边包括都有这个洗手间的显示啊 大家如果想上洗手间的话 也是可以非常方便找到的 那如果38号看一下 它是closed 上面它画了一个小钟表 这个小钟表 就是这个快速通道 就是说 你可以用你的快速通道卡 去玩这个项目 就是38这个项目 然后它也有项目 就是可能比较刺激的 它是这么显示 另外呢 就是 其他有一个我觉得很好的 就是说 你要等待多长时间 它其实也是会标明的 但因为我这个 现在已经关门了 所以就是没有办法给大家演示了 然后还有这些 比如说可以看到 比如说from12点半 那我可以点一下 这个是个什么 它这个呢 就是在圣诞节期间呢 有这么一个秀 是从17点45开始的 那 OK 我知道了 它这上面有非常详细的信息 如果是你想去哪个 这上面全都有一个 有一个号码 然后包括你想玩的 你都可以拿着那个地图 或者说它这上面有个attraction attraction就是它所有的项目 然后你看 有什么玩的 比如说 嗯 我想玩这个34 就是那个欧西里斯 就是那个埃及的 那个真的 甩到头晕 然后我个人觉得 一个是34 一个是39 会让人甩的有点恶心 其他其实还好 比如说我要去玩39吧 大的比方 然后我想看它是什么 哦 原来是这种的 那它这上面标注 看到了吗 它这上面是可以用 这个快速通道票的 然后有一些简单的介绍 有一些呢 它是会显示有多少时间 要去等待的 然后包括有些秀 比如说12点钟 在哪个地方 比如说是46号 那我就可以去地图上 找一下46号 然后如果说我想看42号 它42号也有 它的开始的时间 那我可以在地图上找 比如说我回到这个地图上 然后看我看看42号在哪里呢 可能找的时候呢 会稍微稍微花眼时间 然后原来14号在这里呢 就是我们刚才点的 对如果我再点它的话呢 也会有相关的信息 所以就是这样子的 另外有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 就是大家买了这个通票之后呢 刚开始可能会说不知道怎么用 因为当时我跟我朋友就出现这种情况 明明已经买了票 但是好像没有用上这个通票 然后我当时也问了这个工作人员 他是说你需要到你的这个account里面 你要去登录 登录之后呢 就是因为你在网上订票之后 他会给你发邮件嘛 然后你就用你那个 就是你的那个邮箱注册登录之后 然后把它连接起来就可以了 因为我这个没有订了 所以现在没有办法显示 就是你在点开它之后 比如说这个是可以玩通票的 对不对 这是它的介绍 你可以点击你的Fillow 它有一个有一个像是叫Fillow 就是跟它那个名字 你的通票的名字是一样的 你可以去找一下 找到之后呢 它上面会有一个list 在这个list上 它会有所有的 你可以想玩的项目 然后你点进去之后 它就会直接确定 就confirm confirm之后 你就相当于就用了这张票 然后就可以去玩 然后这个是非常方便的一个 还有就是这个APP 我觉得很好用的是 它可以除了洗手间 你看像这些可以给你找到 还有就是说一些餐厅 它也会给你找到 然后呢 你可以根据这些餐厅 比如说地点ABCDE什么的 在地图上面直接找到 就是非常有用 非常实用的 它这里也可以选择语言 大家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选择英语 我现在就是英文了 然后其他的呢 如果大家感兴趣也可以看一下 哦 找到它了 在这里 在这个home下面 然后点到下面 这个就是快速通道了 点进去 你看它上面写了这个 这个就是要让你去连接 连接之后 就是跟你的账户连接之后 你直接就可以选择这些 比如说我点一个 它现在显示因为关门了 所以没办法 然后如果你连接之后 你就可以点这个 点这个之后 你就可以点击预定了 预定之后 你就可以直接去看了 非常非常的方便 那在哪里呢 在首页这里面 然后一直往下拉 大家可以进圆的第一件事情 或者说是 你还没有进圆 但你买好票 你就可以先把这个 APP上的账户 跟你订票的 就是订这个PASS票的 这个账户连接上 然后这样的话 你可以直接 把它APP之后 在这个Philomatics上面 就可以去预定 你第一个想问的 然后就可以大摇大摆 走进去 不用排队了 非常非常好用 剩下就是你可以 找餐厅啊 是吧 这个是一样的 然后厕所啦 它都会给你标出来 总体而言的 这个APP真的非常好用 首先是可以 要你快速的省时间 另外就是 你如果饿的话 它会告诉你 哪里有吃的 一定要打开GPS哦 另外呢 它还会告诉你 搜索在哪里 所以是一个 非常实用的APP 我自己当时用的时候 是亲身体验过 非常实用的 那我也希望 我这些小小的旅行 经验可以帮助到大家 马上圣诞节呢 也就到了 如果大家想去 这个公园玩的话 就可以用起来啦 以前祝大家 圣诞节开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